我十年前有接受過你們的訪問 十年前的小妹妹說 我要跟韓國男生一起 我認識了我老公之後 我老公是香港人 她是真心戀男 日本女生比較溫柔 而且她們會順從男方多些 反觀看香港女生 就會比較強勢 墨西哥我老公是比較大男人 香港的男生 我以往的經驗 就是比較有媽媽boy的情況出現 她們比較硬朗 我覺得最大分別很獨立 香港女生我會有些擔心 要照顧她 四位擁有外籍伴侶的嘉賓 我已經邀請她們坐在這裡 到底要做什麼呢 就是因為今天我準備了一些網民 對她們的看法 shortlist出來 問一下她們 看看她們有什麼火花 好 首先第一個一定要問 就是有網民說 香港女生不知道做什麼 投胎那麼好 來到香港是亞洲女權 第一的地方 是的 完了 完了 我上班了 是不是 你說女權 我覺得現在世界普遍是平等 你看現在很多電影 都是用一個女性比較主導 例如一些女性做英雄 我覺得港女真的很捱得意氣 可能是上一代 老爺婆婆那代 婆婆已經沒有上班 但是在香港 就算你生了小孩 你女生都可以有自己 金錢獨立的那一刻 令到女生的自主性會高很多 韓國女生普遍假的 都是要服侍老公 你生了寶寶 都是要24小時做媽媽 因為韓國是沒有外傭 所以你普通一個家庭 是很難會請到外傭 就是姐姐去幫你手 take care of baby 那很多時候都是要媽媽自己去做完所有事情 他們是有少少大男人 那小時候就覺得大男人好man 但是其實相處了 不是那麼好 香港男生好像 懂得聆聽多一點 還有他們是真的 好懂得去遷就你 韓國女生都會比較溫柔 體貼一點 我太太日本籍 都是日本女生 都是偏向順從先生那邊 因為現在我們同家比較住得多一點 其實香港女生 有些都未必會做家務 就會有多少少公主病 可能因為財政獨立 各樣都趨向男女平等 香港女生是可以出來職場去打工 可以自己找到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們會有自己的主見 自己獨立的一面 因為韓國人是比較外貌主義 他們很注重打扮這件事 身高已經是優勝過人 起碼是1.8米 但是香港男生就會 有趣一點 好像我老公 她說她的樣子像52歲 比較多 其實我也有看過一些 我比較老 其實我會覺得 我跟Sanna說 人家說我老 她都叫了你做Facial 經常不聽我說 她說話在街上浪費 普遍香港男生 你們都會覺得 是溫柔一點 溫柔一點 我的未婚妻說是 如果比她國家的男生 她有時候會覺得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比如買東西會先買給她 好像買咖啡會先遞給她 在她的國家 她的男生會自己拿 說20元我一杯咖啡 我想香港以前 我們受英式教育多一點 我覺得要Gentlemen 開門 你出車門要先開給女生 吃飯要先拿一張椅子 反而她的國家就會 她覺得少一點這些 我覺得全香港的男生 都挺溫柔 我覺得這件事 香港的男生是很煞食的 去到外國 或者不僅是烏克蘭 有時對著日本 台灣 韓國的男生 你的比例都比較溫柔 我不說所有的韓國男人都是這樣 但好像我哥哥 我哥哥每次喝水都是自己喝 他不會遞給自己老婆喝 但我老公每次都會遞給我 即是女士第一 就是出去比較曬的地方 走路 可能都會比女方 站得比較陰一點的地方 男那個曬一點都不要緊 甚至乎戴上把傘 在一個遠藍滿布的社會上長大 阿民為何你最後會捨棄我們港男 因為我覺得 我老公比港男好 白西哥的男生很熱情 她說她的人種是全世界最浪漫的人 是嗎 是的 但這個港男真的不是那麼浪漫 相對來說 他是暖 但不是很懂得那種我爸的勇 是不是 有時候我會嫌他們不夠有主見 尤其是吃飯 喂 吃什麼 如果我說沒所謂 她都會說她都沒所謂 但如果韓國男生 他們可能會多點想法 今天出來約會 我已經安排了所有行程 你跟著我就可以了 沒有主見這方面 的確有時候會是這樣 可能由小到大 和家人會住得比較多 很多事情可能少作決定 所以就 會給人感覺沒有那麼有主見 沒有那麼獨立 剛才他們就說大家都很同意 港男是很暖男 很貼心的 所以 所以有下一個留言 就是 香港男人M底 上班就做奴隸 回到家就做老婆 都像地位 可能相對上 可能你很體貼的時候 可能就會給人這樣的感覺 我不覺得是 好像我選我未婚妻 因為她能控制到我的東西 是我的缺點 我覺得 例如 我有時經常出去出的東西 或者我經常喝醉酒回家 其實這些是 我覺得我想改的 其實為什麼 這麼多年就沒有人去管我這件事 今晚不讓你回家 是今晚的事 就是你今晚出去五點回來 她就不會說 上次去哪裡認識那個女生 沒有一個drama的create 今晚就是今晚 完了就是今天 就是今天 香港女生農羅一點 就是後不對心 哎呀 後不對心 我試過 最記得一次 吃什麼就隨便 我給她吃耳底 我都不想吃耳粉 我真的遇到整天電視說的問題 他們經常說 那你想吃什麼 都說你決定 你明白嗎 很多這些 很多這些夜間 有時生氣 我最怕就是很多drama 你生氣一天 你看著她是明明不開心的 我問你什麼不開心 沒事 我一直在猜 她說不是 昨天啊 你啊 讚我的朋友漂亮 那我也有讚你 原來她生氣一天 就是這件事 但我的未婚車 就不會了 她直接會打我 如果我讚她的朋友 她一巴掌就打我背部 但是軟軟是美得 我是說女廟平反的 是 這個是的 我覺得中國人 我自己是比較先收起來 不會一來 就會指你的不是 你 好像很簡單 如果我牙涉了一條菜 香港的人 就不會馬上說 會不斷按著我一條菜 想想 等你吃完一頓飯 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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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王剛才說 香港女生 是比較厚不對心 我認同 我自己也是 她內斂一點 對 有時候她說了一句說話 得罪了我 然後我是不出聲 然後她就看著我的臉色 就說 你是否生氣 你生氣了 不是 逐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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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她感受到你的臉色 開始 她在推算之前 她做了什麼 我第一次聽到你這樣說 原來挺好 我不覺得 不要把不開心的事 今晚就今晚 因為太多幻想 太多幻想 因為我經常做很多錯事 我做錯了什麼 這是一個懲罰 如果女生不告訴我 做錯了什麼 我就不停在想自己做錯了什麼 因為日本的女性 很多時候表現得會偉軟 但她其實相對來說是直接 還有有什麼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表達出來 但我聽到有一些香港朋友 就是她和日本女生拍拖 可能會有一些文化的差異 可能是覺得女生不回覆她 可能會不停發信息 可能女生反過來覺得 這麼麻煩 這麼扯 可能因為某些問題 最後都不知道自己的差異 可能就 一起不了 也都未必會把真正的問題 告訴你 究竟為什麼大家一起走不下去 我忍不住那個類型 而且我都是男性性 所以我都是直接說 而且男性是記憶很差 她翌日忘記自己前一天做了什麼 所以你一定要當天說 當晚臨睡前說 可能有時候 我會給她幾分面子 尤其是在外面 在街上 對著朋友 我絕對不會在其他人面前 對她很大聲說話 會不會日韓女生比較 因為是嗨 嗨 嗨 我覺得嗨跟她 去檢查她 也是兩樣東西 就是依賴 有時候語氣 可能會比較會嗨 例如 歐巴 那些 我香港女生就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 你根本不會叫對方 是歐巴 可能是叫BB 拍照的時候 我也是叫我男朋友 BB 就是那些 是很難受的 那你會不會像阿蘇那樣 歐巴 都會的 哦 那你算是很溫柔的 不 本來不是的 很強胖的 因為她是令我順化了 呃 惡呢 我又覺得 是因為語氣的問題 你可以問其他外國人 她都會覺得 如果她是一個完全不懂廣東話的人 她都會以為你全街人都在吵架 對方的 港南認識到一些外籍老婆 是正點 有優越感 是嗎 是否呢 是否隔離飯香一點 到底 我又不 不覺得好 但是由你把口說好嗎 是嗎 香港女生 想法很快 而且 Multitasking 很厲害 像她這樣 我說她做一件事 她就想不到另一件事 她會輕易的 如果她說太多話 會有少少的 那個優越感可能來自於 大家可能對於日本 香港人是覺得 日本是另一個鄉下 經常一年都可能去三四次日本 無論購物還是旅行 她們都會覺得日本文化很正 像剛剛一起她會 大家小時候 那時候很流行K-pop 小女時代很熱 每個長腿 已經覺得 韓妹好像是 漂亮的表情 對 她是有跟我說 她去留學的時候 她到處跟剛剛認識的同學說 這個是好女朋友 你看韓妹是這樣的 大家都說 她是不是不硬了 最後也有留言說 她說要認識一個外國伴侶 一定要有錢 有能力才行 沒有錢就等於沒有真愛 如果她這樣說 她其實都挺膚淺 我認識我女朋友的時候 其實是 我幾次 都是有一個工作的低潮 首先要改變你的觀念 我們每個人都想要好生活 這是不能騙的 你不可以用這個藉口 說我沒有錢 當然是找不到一個漂亮的女人 你不可以用這個藉口 為什麼你不可以做一個男人 讓自己有能力去追求什麼女生 因為有些學生都是 哇 你當然了 你當然可以 我說為什麼我可以 你不可以 你會貶低了你自己 你這樣說的時候 她當然了 有錢可以跟一個漂亮的女人一起 那你為什麼不發奮她做事 令到漂亮的女生喜歡你 如果我是一個女生 我當然會選這個男生 不選你 難道我和你住公屋 每天吃餐膽 你還覺得 你貪錢 當然了 我覺得是因為 某程度上 香港是一個比較密質的社會 公理一點 去想每件事 那你不單是可能是女生 其實男男女女都會 你都會有一種比較的心態 那可能這件事 或者這個氛圍 社會環境會令到你 不知不覺地去 衡量每件事的價值 這樣 是真的很多這些留言 因為我自己拍Youtube片 我每次拍生活片上去 總會有這些留言 但是其實我和老公在一起了11年 其實你兩個人之間 你不單是有錢就可以了 其實他疼不疼你 你是會感覺到的 如果他有錢 但其實他當你是為甚麼 他自己出去花天就地 其實你也不可能 每一個女生會承受到這種感情生活 我覺得是自信心 你有一個自信 不要過分自信 但自信心是你走出來 你是會有你自己想追求的夢 你會有一個信心走出第一步去做 自然 其實by law of attraction 就會吸引到 一些人去留意 或者他看到你那種特質 我老公他來香港 在主題公園裡 是一個 給他公司在一個極低身的情況下 是招聘過來的 所謂的專業人才 反而我老公的情況是 他是沒有錢 但是他會把他有的東西給你 但是當我們決定結婚的時候 他幾乎是每天走路 回家或者吃麵包 他都是把他存到的錢 來買了結婚戒指 給我 我覺得不是在乎那個人是有多少 他是有的時候 他捨不捨得去付出給你 真的 是嗎 和阿蘇剛才說的 聽到我起雞 對 感動 他當時真的很窮 他好像買完之後 好像連入伯特通的錢 然後我給他買50元 給你入伯特通回家 那我都要平反 其實港女是矮得的 不過都要和各位看片的觀眾說 四位嘉賓今天上來 其實他們下面的訪問 或者是SUPER的片 下面都有很多網民留一些 可能是覺得 為何質疑他們的愛情 或者異國戀 這些留言 但是說真的 到底他們之間相處的人 都是雙方之間才會知道 所以如果你都想尋找你的真愛 即不論是 是易博戀 還是怎樣都好 努力 各位 好 加油 拜拜